还贴心地浸现了亚头发的亚料 据说这亚料不伤发质 但仅能维持数日 洗了便没有了 原来如此 我倒是听说 这井李二字在楼兰可是大名鼎鼎呢 姐姐何出此言 传闻 井李在楼兰是祥瑞的象征 由于楼兰干旱缺水 井李这样的鱼类很难生存 唯有楼兰密动中的上古泉水方能养活 果然是一方水土 养一方生灵啊 是啊 一日 却是从那密动中走出来一个妙龄少女 身着火红一山 恍若那祥瑞景里一般 这少女 后来与楼兰王相识相知 便成了楼兰王后 楼兰王自得了这位王后 便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一步步让楼兰从一方小国 逐渐壮大为西域十六国中最强的一国 真的有那么神啊 是啊 后来此事传入民间 于是人们便纷纷凭自己的想象 制作了王后的服饰 以求祥瑞 这么说来 这件衣服还真是寓意非凡呢 是啊 楼兰国之所以向我朝晋献这件衣服 也是为了表明他们的诚意和祝福啊 皇上就将此衣赐给了妹妹 逐渐妹妹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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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